好 我们来说第二个 刘雨宁演唱的《调》 《调》这个歌呢 在一开始唱小样的时候 我有点担心的 因为我觉得那个副歌的那个部分 唱demo的时候呢 这个音乐人可能唱的稍微over了一点点 这个副歌是最抓人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你多了一点 它就over了 你少了一点 它情绪又不够 当刘雨宁在唱这个歌的时候 你再听听那个副歌 和原来的那个音乐人的那个处理 恰到好处 这相当于讲 一个人不胖不瘦 对吧 多一分 他就胖 多少一分 他就瘦了 所以不胖不瘦 就是要在那个点 那刘雨宁 刘雨宁在唱 刘雨宁 刘雨宁在唱这个歌的时候 他就是做到了 不多一点 也不少一点 多一点over 少一点不够 那个分寸感 太棒了 那第二个 他厉害的点在哪了 就是他第一句 就能把你拉入到一个环境里面 就相当于 你有没有感觉到 就是两个人 有时候两个人 特别心有灵犀 特别能聊得来的时候 在一个餐厅里面 你会感觉到 这个时空里面 只有你们两个人 这就是一种 把人拉到一个意境里面的 一种能力 那刘雨宁具有这种能力 那第三个呢 就是拥有这种心境的能力 这种心境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这个恋爱感 恋爱感是什么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 就是你跟一个人说了晚安之后 你又 你还想再说一句晚 对吧 那就是那种恋爱感 那种感觉就是 意犹未尽 总是有说不完的话 总是想 我有什么话要跟你说 总是有什么 这就是一种恋爱感 这种感觉就是一种心境 所以我觉得刘雨宁 这首歌曲给我 三点感觉 我觉得是非常棒